本月峰會關注印太議題 強化全球抗共聯盟 中國江營人口死亡高峰疫苗導致 甩包袱 天津出台新規 砸教師鐵飯碗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大型央企油罐車混裝工業油和食用油的事件持續發酵 7月9日中共國務院宣布啟動調查 聲稱要成立聯合調查組徹查相關問題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分析說 中共國務院宣布啟動調查只是馬後炮 因為平日儘管沒有 現在只是被動作為 可能會拋出一些央企人員和具體的單位作替罪羊 中共黨魁習近平2013年底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曾經說 食品安全長期做不好 會被質疑執政不夠格 有網民因此翻出 早在2005年 廣西南國早報就曾經報導 灌車清洗難 防交叉污染 拉完危險化學品之後又拉食品 2015年 湖南電視臺也曾揭露過有毒化學品運輸車 違規裝運食用油內幕 在海外社交媒體平臺X平臺上 有網民就借習近平的這句話說中共屬於執政不合格 早該下臺 這次的油罐車混裝事件是新京報7月2日披露的 兩家涉事企業中國儲備糧管理集團和惠福糧油集團都是知名的糧油國企 李林一認為 黨媒曝光油罐車混裝運油事件 可能是中共選擇在三中全會之前作秀 想轉移洪災中的中共作為人獲角色的焦點 還有人們對中共腐敗無能的關注 接下來請您收看今天的時事禁聞 7月9日 北約峰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DC正式登場 除了俄烏議題 如何對抗中共威脅 也是這次峰會關注的一個重點議題 7月9日 北約第75屆峰會在華盛頓拉開帷幕 除了美國和歐洲的北盟成員國元首出席外 印太地區的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領袖 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受邀出席 為期三天的北約峰會 重點是俄烏戰爭問題 但由於中共的咄咄逼人行為 在印太地區和全球引發的安全威脅越來越突出 如何對抗中共威脅也成為峰會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 為印太的安全其實從地緣政治上面來看的話 印太地區離北約的主要核心這個歐洲很遠 可是我們從全球化的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比方講日本、韓國跟臺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裡面 所扮演這種絕對關鍵的一個角色 使得印太的安全跟歐洲安全、北約的安全 也很緊密的掛鉤了 峰會當天稍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會晤 強調雙方的聯盟將會更強大 我們有一個更強的聯盟 更加大 而且更加適合的目標 而在這一刻 我們準備好挑戰的挑戰 現在美國的策略就是積極拉攏 它有中國所沒有的這種盟幫夥伴的這種戰略優勢 來反制中國在印太區域對美國的一個威脅 所以反制中國的這個挑戰對中國的這個施壓 說是北約支持強化跟印太合作 或許是北約整個東擴反應對中國威脅論的一個認知 而北約強化對印太安全的攝入 當然相當程度的反應它對中國威脅論的認知跟反制 斯托爾滕貝格表示 伊朗和朝鮮為俄羅斯提供無人機、炮彈等燃料 中共則支持俄羅斯的戰爭經濟 提供微電子系統及其他軍民兩用產品 這些獨裁者靠得越近 我們就更應該與印太朋友緊密合作 從安全議題的角度來說 中國一切對於現在的北約國家有很大的威脅 它不管是透過俄羅斯對北約產生威脅 甚至是透過在印太戰略區上面的一個擴張 對美國產生威脅 北約本身是一個防衛性的多邊安全協議 所以今天對美國產生威脅 其實某種程度是對北約所有國家產生威脅 斯托爾滕貝格指出 北約將強化與印太盟友現有的合作計劃 在過去這幾年其實北約雖然對中國有很大的戒心 現在我們看到在這次北約峰會的一個結果 就表示說這些北約國家在安全議題上面 跟美國站得更近的站得更穩健的 同時間這也會代表說中國想要用經濟的議題 來拉扯北約國家 就是想辦法去影響這些北約國家 讓他們跟美國稍微疏遠 他的這個效率可能會越來越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赴會前表示 日本必須加強與北約的合作 來應對日益增長的區域威脅 和國際秩序上的持續挑戰 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也紛紛表示 希望尋求加強與歐洲盟友合作 應對中共在印太地區咄咄逼人的軍事行為 中國出現人口負增長 中國復旦大學兩位教授發表的人口分析研究 指出中國將迎來前所未有的人口死亡高峰 速度之快規模之大 對社會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人口加速萎縮 最新數據顯示 中國31個省區中 20個省人口減少超過370萬 出生人口連續下降7年 由於中共的數據不透明 實際情況可能會更嚴重 與此同時 中國將迎來人口死亡高峰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張震 與老齡研究院教授李強 通過數理人口分析 在快速推進的人口老齡化背景下 中國死亡高峰的來臨速度之快規模之大 對社會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因為中國現在年輕生的少 老年多 總體人口會減少 這個當然對中國是不利啊 你要從事比較偏向勞力密集 總工作人數變少 這個當然對中國經濟會有影響 尤其是這些老人 他們其實是高消費的主取的一塊 那他們過世之後 消費力道可能就會減少 這篇題為《中國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徵與演化機制的論文》 發表在最新一期人口研究期刊 研究指出 人口死亡高峰的形成受三個核心因素驅動 歷史出生數的波動 存活率的提升 以及死亡率的下降 作者指出 雖然老年人口死亡數的增加 是人口轉型的自然結果 但中國死亡高峰的來臨速度之快 規模之大 對社會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這個對於他未來要發展經濟 發展產業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社會保障的缺失跟人口結構 最後來自導致的都是老百姓的個人的壓力的增加 他上有老 下有 下有小 然後中間社會保障又不足 就業力不足 經濟又下行 所以他會跟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一個情況 簡單一句話 一般老百姓說他的個人壓力跟困難程度 要遠遠超過正常的同黨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 要遠遠超過 2019年年底疫情突起 武漢封城 中國一片慘狀 去年7月 浙江省在官網上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3年第一季度的火葬人數猛增了70% 也是在中共當局突然放棄動態清零後 疫情在全中國大規模爆發的時候 不過這份報告很快的被刪除了 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 當局不告訴你 連火化遺體的數據都被封殺 網友說 這兩年 桑葬產業一直在逆勢而行 根據微博版主張正晶宏觀策略發表的視頻 歷年中國人口出生死亡數據在2021年之後 開始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 也開始出現人口負成長現象 網友表示 中國將迎來人口死亡高峰 同時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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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出生人口率下降高峰 很多行業其實未來來看只能一路向下 再也不會回到巔峰了 甩包袱天津出台新規 雜教師鐵飯碗 中國經濟惡化 地方政府深陷債務危機 各地教師被欠薪減薪的同時 天津市西情區印發新規定 推出教師聘用制度 要打破教師一聘定終身的鐵飯碗 分析認為 中共財政困難 它要甩包袱 所以先拿教師開刀 砸掉教師的鐵飯碗 日前 天津西青區教育和人社聯合發布中小學教師聘期管理實施方案試行 提出自8月1日起 公辦中小學將全面實行教師聘用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 打破一聘定終身 專家認為 這個區的教師肯定嚴重超編了 再加上財政困難 所以它要甩包袱 首先砸掉教師的鐵飯碗 現在來講 它因為生員少 尤其是從幼兒園到中小學 教師實際上是醜編了 因為這個人口高峰期早就過了 因為隨著這個出生率的這個降低 學校來講 很多地區它都是屬於辦不下去了 過去來講 這個事業單位是鐵飯碗 但現在它來講 想把這些的包袱給扔了 所以就有這些規定了 新方案中還提到 教師崗位聘期為三年 聘期考核不合格 不再續聘 聘期內必須達到基本要求和專業要求 所謂的基本要求包括失德失封 綜合滿意度 工作量 比如對每位教師年度綜合評議中 學生評議 同行評議 家長評議等滿意率需85%以上 專業要求 對不服從安排或安排到新崗位後 年度考核仍不合格者 解除聘用合同 他這個評測來講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主要來講 他想撿人 這是他要核心的 所以你現在來講 如果你不是在頂流 或者你關係非常好 你就留不下來 其實這個問題反映出這個人口下降的非常厲害 不需要做教師 他就用這種所謂的這種評判 根據中共教育部3月份公布的數據 2023年各級各類學校減少2萬多所 在校生減少151萬多人 而專任教師比上年增加11萬多人 總數超過1891萬 此外 隨著中國出生人口連年下跌 幼兒園關停的節奏也在加快 並波及小學 2023年幼兒園比上年減少1.48萬所 幼兒減少335萬多人 小學減少5600所 教師就屬於一個穩定工作了 很多人高學歷都擠進去了 大家現在就業這麼難 所以像那發達城市 尤其那個重點學校 都是偉大清華的博士什麼的 都有當教師的 因為他第一 他沒有關係 進不了那些 或者能你能撈錢的公布 文太做教師 對於他們來講 就是一個好工作 可以解決戶口問題 因為中共它有一個戶口管制的問題 近年來 每年都有上千萬人報考教師資格證 在就業市場上 教師崗位競爭異常激烈 清華北大等名校博士生也紛紛競爭各大城市的中小學老師名額 深圳中學招聘教師 名校博士生擠破頭 隨著教師職業大熱 自2022年以來 北京豐臺 浙江寧波 貴州 貴陽等地也相繼出臺規定 要打破再編教師的鐵飯碗 比如今年1月份 北京豐臺教育發展理事會通過新措施 提出加強對教師的年度考核 建立教師退出機制等 我覺得對於中共政府來說 它主要可能是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讓這些老師成為更加聽話的機器人 更加逆雷順受 還有更加的勤勉盡責 然後呢 一旦他們被辭退 為了減少財政供養的這個教師的人數 為了使他的這個路不夫之的財政收入 財政支出有所改善 讓同樣的活呢 讓更倒的老師去承擔 為他們那個省下一些的工資的預算 中共財政困難的地方債臺高築 各地教師被欠薪降薪取消福利 甚至被強制退還績效獎金已經成為常態 老師歷來他們這個地位 政治地位 經濟地位都是非常有限 所以在整個財政供養的門裡邊 毫無疑問這個卵志子要捏肯定是 首先拿他們開刀 因為這些老師不是國家機關 裡面的工作人員走得上是沒有權力 他們就是個教書將 教書育人 前北京律師 民鎮加拿大主席賴建平說 在事業單位 老師是比較弱勢群體 最好拿捏 所以每次精簡人員 通常都是先拿老師開刀 下面我們來關注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上海第七屆世界人工智慧大會7月4日開幕 當地很多訪民被嚴控在家中 浦東新橋鎮訪民高國慶 外出時遭人跟蹤 隨後失去聯繫 維權人士宋嘉鴻 將消息曝光之後也遭警方約談 江蘇維權人士王莫7月3日赴杭州會見有人之後 遭到警察強迫失蹤 目前仍然因信全無 王莫因持續為家鄉父老的原承包弟的權力發聲 遭當地政府嫉恨 多年來連續不斷居留他 山東青島市司法局7月2日舉辦對山東小林律師事務所 和俞凱律師行政處罰的聽證會 在阻止所有人旁聽聽證會之後 又動用權力把所有談及 小林律師事務所和俞凱律師的微信公眾號全部封殺 陝西寶基市86歲法輪功學員王宋霞 因堅持信仰 7月初被中共非法判刑一年6個月 目前已經被劫持到陝西省女子監獄迫害 中共對全球和平構成最大威脅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約翰遜承諾 將在本屆國會會期結束之前 全面改選前推動更多的針對中共的法案 約翰遜7月8日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說 這也是他任職以來首次針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國會外交政策 公開發表長篇演說 這次演講是他擔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一年以來 第一次去接受一個美國智庫 所做的一個完整的外交政策本身的演講 那這個演講很明顯它可以呈現出 中原議長強身本身 十分明顯的它是把中國的威脅 當然是美國外交政策上最大的一個挑戰 也因此必須要在今年年底11月以前的總統和國會大選以前 就必須要提出一連串的應對中國威脅挑戰 來去解決這個問題 約翰遜表示 國會接下來將努力推動一系列在安全、經濟、生物安全和貿易領域 對抗中共的法案 約翰遜指出 當前的威脅網絡是由中共、俄羅斯和伊朗等國組成 其中北京是美國頭號外國威脅 他們從各方面佔盡我們金融和經濟系統的好處 因為他自己也提到了 實際上美國的這種安全是基於這個兩黨的一個合作 是共同抗擊外敵 這個外敵實際上就是中共為首的這種邪惡、軸心國 破壞這種自由價值的這些國家 所以我就想他其實這個基點或者他的認識非常清楚 才能這麼有條理系統的去從美國的這種內政、外交 包括法律的制定等等全面系統的去做 約翰遜在外交政策的第三部分指出 強化美國的盟友合作也是核心重點 強森也明白說到應對中國的威脅 美國所主導的西方的國家聯盟 這些民主自由價值共享的聯盟 必須要團結起來 所以他也特別提到 目前正在華盛頓召開的北約高峰會是非常重要的 他認為唯有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團結起來 共同應對中共的威脅 那才能夠對於中共產生最大的壓力跟嚇阻的作用 任何世界有動盪的地方 你都能看到中共的影子 不管是俄烏戰爭還是以下衝突 甚至其他的這種亞太地區這種各個國家的安全問題 其實核心源都跟中共有關 由於之前的這種經濟他自認為這個非常強大了 幻想著這個東升西降 所以他那種戰攬式的態度 也使得各國認清了中共的本質 包括在這個中共病毒肆虐的時候 包括中共的這種所作所為 任意的甩鍋 任意的去編道謊言 阻礙大家對於這個病毒的溯源 學者表示 疫情過後 很多國家都在重新考量和中共的關係 他們都看到中共存在實際上 是對人類安全的一個隱患 大陸民眾對為了工作加入中共感到後悔 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來看他們的聲明 李衛來說 為了植物升遷去年八月 稀里糊塗地入了中共邪黨 現在後悔不已 天要滅中共 中共是萬惡之源 我宣布退出中共邪黨 化名愛自由的民眾說 自翻牆以來 逐漸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全靠謊言和暴力起家 為自己的統治穩固可以毫無顧忌地殘害百姓 實乃民族之罪人 人類歷史上少見的毒瘤 自醒悟那天起 每每讀到該黨犯下的罪行 長憤恨志淚流滿面 回想當初為尋求事業上的發展機會 主動要求入黨的行為 感到悔不自身 也再次鄭重聲明 堅決退出中共邪惡組織 與之劃清界限 好的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